題目是在四位數中抽出一個數字 另外在五位數中抽出一個數字 目標是兩個數字抽出三倍數 最不用腦,最安全的方法就是列表的方式 列表寫回第一個數字,1,2,3,4,4的可能性 然後抽第二個數字,有五個可能性 5,6,7,8,9 留意這次提到的要求是數字之積是三的倍數 所以我們要做的是乘數字 例如這一格是1乘5 這一格是2乘5 所以1乘5是5,2乘5是10,15,20 為之完成了一項,做第二項,6乘1是62 如此類推薦這個表 完成了這個表就篩選到底二十格內有多少格符合要求 我們便能夠寫到這個概率 記住我們這次要找三的倍數 所以 15,18,21,24,27 你留意到基本上它本身有乘3,下面的積就一定是三的倍數 同樣道理6和9都是一樣的 只要它是6或者9的倍數就必然能夠寫得到3 仔細點留意有沒有漏,那就應該沒有漏了 所以我們的目標是8再加1,23是有11個的 凡理計算概率的大原則都是這樣 目標可能的數值,再除了總共的數值 現在先說份母 總可能數是有多少個數值呢 就是有4乘5,20個數 目標數就是當中的11個 你看看可不可以化減到,化減不到這就是最終答案 而且實際上是8,2003,2012 請在近座網上